你不要再折磨我好不好 男女主角在湖邊談情談愛 這是1968年瓊瑤電影《寒煙翠》 拍攝地點主要就在台南的珊瑚潭 和高雄陳青湖 而另外一部電影同樣在高雄取景 好漂亮嘛 1976年《遠山寒笑》拍攝地點 看出來了嗎就在高雄粵視界 瓊瑤電影遭就在行銷高雄 現在被稱為愛情教母的瓊瑤 也成了韓粉 要幫愛情產業鏈當總顧問 高雄聘觀光每個月請來名人代言 傳出四月份觀光大使鎖定林青霞 還有岡山之眼重開 將找來資深女星張立敏 傳出周惠敏周润發也被列入口袋名單 卻被質疑韓國瑜忽視年輕人 韓國瑜真的是非常的聰明 你看他完全所走的路線 你剛剛所提到瓊瑤 彬彬姐張立敏 特別是林青霞 都是四五六年級生 那代表什麼 四五六年級生是目前我們台灣 最大的一個經濟的中心點 透過這些人的呈現 喚起這些四五六年級 這些社會中間力量 才有錢來做一些消費 接著懷舊影響力 鎖定中年經濟消費 韓國瑜逆向思考跳出新思維 韓國瑜你面看看 他目前一商人之後 包括你剛剛說的藍寶石那些秀 喜相逢那些秀 不就是因為透過這些懷念懷想 就是把這一群四五六年級生 能夠重新再聚集起來 由他們來示範 看中懷舊市場 麥菜狼親自邀請 行動力十足 全力替剛都未來打拼 記者石文獻摩文宣 台北報導